大家好 我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呢 是這個 MSP的這個MDF2 今天安裝的車型 是四代的一個新進站 那特別底下這個是一個 30週年的一個紀念版 所以它的車身配色呢 其實很好看喔 一個是 藍銀的一個 傳統的一個配色 那YAMAHA呢其實在藍色來說呢 是一個他們的一個經典的 一個顏色 那尤其像藍色方格起啊等等 這個是題外化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MSP的這個 MDF2 然後呢我們看一下MDF2 MDF2當然許多車友都知道 由來其實已經 這幾年呢 真的是太多太多 車友喜愛它了 一個這個 有腰身的一個長奶瓶 再加上最多車友選擇的一個金色 事實上呢這個視覺上的一個張力 非常好看 那這樣在影片中搭配的這個 F50的卡鉗 以及FAR A4S的這個浮動碟盤 真的是非常好看 然後像 MSP的這個前叉 MDF2來說呢 它是不需要換 三角台的 那當然像這個 整體的一個設計 那以及製造水準來說 當然MSP是 非常優秀的 整體來看 真的是非常優秀 尤其像金色的 在視覺上安裝 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 看一下 真的是金色配藍色 非常的好看 那這台車還有再搭配一個 就是 踹落力式的油管 那我們既然拍了 就一併給它入鏡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那基本上呢 我們看一下 MSP的這個前叉的下座 那其實呢 左右的試造型是一樣的 就是卡座左右邊不一樣 這是一個很成熟的設計 就是說 不管你車是 左卡還是右卡 其實呢 最大差異點 是在卡前的一個部分 那 這個車主呢 也非常用心的 裝上了這個 渡泰的這個螺絲 以及 這個前叉 這個專用的這個軸心 渡泰軸心 GJMS的一個軸心 非常好看 那喜歡配合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麥克的倉庫基督精銘來選購 那我們是這個 MSP的一個中和區一個經銷商 那大概像 下座 顏色呢 大部分是選銀 因為 金銀的一個配色 是一個非常基本色 那有些低調的車友呢 那像 麥克的倉庫基督精銘 我們也曾經裝過像 全黑的 黑色 大概顏色都可以客製化 我們甚至還做過紫色的 好 那喜歡朋友們 都可以經過客製化 好 來得到自己所喜愛的一個 商品的一個配置跟顏色 好 我們可以現場的為各位來服務這個商品 來做一個訂購 謝謝大家 喜歡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我們的 Facebook 麥克的倉庫基督精銘 一個粉絲專頁 謝謝大家